进入新的一周 首先在信息关注一下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 中国央行在周一进行了人民币200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 净回笼800亿元 另外中国证监会合法IPOP文数连续第二周为9家 那筹资放大至66亿元 在欧洲方面关注一下德国默克尔领导的政党联盟 赢得了德国的大选 但是得票率则出现了下降 除此之外 在新进的德国还公布了最新的IFO 一个9月份的商业情绪指数问卷的结果 那是出现了下降只有115.2 美国方面的今早公布了芝加哥联储的国家活动指标 在8月份的时候呢是为0.31 现在美元的走势呢是呈现反弹的 首先来关注一下欧元对于美元的比较 也是我们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 现在是下谈到了1.1883 那呈现一定程度的抛压 还在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未来如果比价稳固在1.1940之下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1890之后 走载到1.1860 如果比价能够反弹并且突破保持在1.1940之上的话 将有望能够首先上升到1.1960之后 升到1.1985 再来关注一下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上升到了1.3515 而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反弹到了112.29 贵重金属的交易在星期一 由于美元反弹出现成压下滑的态势 金价现在下滩到的1300美元之下 是在每盎司1296.90美元 那我们看到的金价的走势还在进一步的出现盘整 已经打破之前一个向上的轨道线 而且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如果金价一直保持在每盎司1298美元之下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288美元之后 走载到每盎司1277美元 如果金价能够反弹并且突破保持在1298美元之上的话 将有望能够首先上升到每盎司1303美元之后 上涨到每盎司1306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下滩到了每盎司16.93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翠林三筹 财经电视